全油管最快新闻,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如约而至,展示了六年来的成果和变化。 进博会吸引了众多全球客商参与,推动了中国市场的稳步开放和中国经济的发展。 本届进博会吸引了11个国家首次参展和近20家世界500强企业参展。 洪都拉斯成为本届进博会的主兵国之一,他们希望通过进博会向各方推荐洪都拉斯的商业和旅游目的地。 进博会始终坚守初心,推动各方实现共同繁荣进步,已成为国际组织和企业的重要行业大聚会。 进博会还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多机会,推动其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。 进博会通过展示最新产品、创新和技术,推动了贸易增长和技术创新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